好 雖然今天中小行谷 好像錢有一點點被吸走 有沒有 然後出現了沙尾盤的情況 但是事實上 如果他的產業趨勢沒有改變的話 都蠻有機會再繼續輪流 輪上來的 所以關注大行谷之外 今天有下沙的細光子 甚至今天冒出頭來的機器人 都是我們王伯關心的範圍 你的範圍越來越管越大 住海邊 那個管的範圍 越來越寬 越來越廣 你很精派 精派 秋天 秋天 秋老虎 很秋 你知道嗎 那個真的很壞 很壞 其實你不要小看 台積電 明漢剛才講了 要1080了 你不是跟他看法不一樣 你不是現在擂台戰嗎 但是我們那個台積電 我們自己的股票 自己救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講台積電 台積電已經漲了一大段上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 現在大老虎在咬錢 大老虎在咬錢 小老虎怎麼樣 也出來咬錢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秋老虎 我覺得你除了所謂的之前 我們在講小太陽很飆之外 現在我認為是小老虎出來咬錢 然後你注意有一些大老虎 之前都不動 結果怎麼樣 結果台積電衝上去了 所以很多的那個大老虎 已經開始什麼 醒過來 是 不然大家都以為 他吃了那個碎碎果實 都忘了醒來 好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我們從今天的盤面上 有的股票 包括像機器人 機器人有在動 其實也那個躺平 不要說躺平 整理了一段時間 整理很久 然後包含像所謂矽光子 矽光子 強很強 之前我們講那個聯軍 然後今天尾盤跳水 是不是有其他的可以留意 另外就是要提供一個新的 就是PMIC部分 那我們怎麼樣 我們當然希望大家都能夠咬到錢 不要怎麼樣 不要那個錢 不要吐錢 不要吐錢 吐錢出去就不好了 好 我懂了 你今天你變五松是不是 這個這個你知道 這個這個出來你知道 這個其實可以放大一下 放大一下 這個帥 有帥 帥是不是 大家都說這個帥 我一直懷疑你跟我們製作單位 是有結院還是感情特別好 感情特別好 每一次你都是用不同的造型 明漢經理都是穿西裝的 偶爾也搞一下他 其實這是帥 你知道 我看了之後 我想說我這一輩子 大概這個時候最帥 可是除了帥之外 因為大家現在在講說 我們要出來幫大家 咬錢要去抓老虎 所以我們想到了一個五松 那個五松出來怎樣 出來幫大家抓老虎 那當然大老虎 我們幫大家抓到了 其實這個還有另外一個意義 我知道每一次你的圖 都有胸肌 有胸肌 有muscle 你都有練 回去練一下 現在就是一塊嘛 對不對 這個這張圖跟達仁秀有有關 什麼意思 有關達仁秀什麼 佛心 對不對 佛心 幽默 是 風趣 好 五松 有沒有 五松 松對不對 五松 對 五松 五松 就是五三 就是五三嘛 太難了 就是五三啊 對不對 大家要怎麼樣 要鬆一點啊 對不對 而且有沒有機會 有機會 為什麼我說有機會 其實大家看到十月行情這樣上來 是 幣圈有一句話 我認為蠻適合用在股票市 你真的管很大 現在幣圈都來了 對對對 那個幣圈略懂 股票跟那個幣圈 你不要想到其他地方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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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ober optober是什麼意思 是 暴漲十月 十月暴漲 其實現在已經慢慢有這個味道出來了 對啊 所以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之前我們不是有提到說神龍擺尾嗎 不要神龍擺爛 那我們根據過去的那個經驗來看 其實十月已經開始動了 十月上漲的機率百分之七十 然後這一次的十月其實動得非常快 然後你有沒有發覺到十一月百分之七十 十二月百分之八十 那如果我們把整個看下去十年來 其實第四季基本上都是漲 基本上漲 基本上所以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說 現在如果大家除了看到帥之外 當然要怎麼樣 要去積極的去找一些機會來賺錢 而且我認為大老虎小老虎 都是大的機會 指數在這邊 我想在這邊我們提什麼 我們提自己的股票 自己股票自己救 還有八八節幫自己送個禮物 然後那時候說南下債客 結果現在已經來到這裡 我認為我認為upup 你知道嗎 upup 你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往上的機會 往上的機會 好 這又是什麼呢 這個當然是跟我沒有關係 所以就沒有那麼帥 你已經不只是王博了 你要角逐諾貝爾獎是不是 這是不大可能 諾貝爾經濟學 我們那個要逼一篇若文出來 逼得已經頭髮都快掉光了 好 其實我覺得這次的諾貝爾獎 讓大家滿意料之外 為什麼 因為他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確認AI對人類的貢獻 AI對人類的貢獻 所以你包含像物理獎 物理學獎 那個諾貝爾物理獎 其實他其中有一個是搬給AI教父星盾 然後這個是化學獎 化學獎是搬給什麼 那個所謂deep mind的那兩位 兩位那個google的那個相關的人員 他現在還是任職在google 像哈薩比斯跟姜薄 他們就是用AI的模型 去預測所謂的那個蛋白質 那當然我想回答在這邊 回答在這邊收盤創高 即將再創歷史高 那其實我我目前看來 他現在怎麼樣 美股市值第二大 其實已經怎麼 已經作惡妄一了 如果說他真的作惡妄一 那個其實正常的狀況下 應該會去摸一下 對 摸一下 去去去突破的話 我個人認為 當然AI 對 AI揪老虎 對 還要揣一派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如果那個之前 做得比較不順利 正式把它調整好 然後我們怎麼樣 我們一起來抓一下老虎 等一下 我現在聽起來 你跟明翰是同道中人 同道中人 他就是我們理財當秀 一直講AI的 你剛剛講那麼多 也是覺得AI 已經對人類有貢獻 對 人類有貢獻 但是明翰要不要也來一張 這個 下次下次 你們那個國泰 國泰有沒有形象的那個 有 所以不能亂做 是不是 那沒辦法 那只好我自己來 好好好 那當然 回答是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那我個人認為 因為這些個股 都是我們之前幫大家掌握 其實這些大型股 我們都有告訴大家 賣臺灣最好的股票 那時候提醒大家 你真的不要賣在低點 那時候 如果你真的有聽的話 那當然台積電 你現在說1075 1080 ADR創新高 其實你心裡面 是沒有什麼壓力 因為我聽過有一些 比較資深 老一點的投資人 他一個講法 我也覺得蠻有趣的 他說 有的 洗股票 那個漲太快 我會怕 他說股票漲太快 你買了 那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嗎 反而有一些年紀比較大 他只是說你的股票 起太快 我會怕 其實你看臺積電就很穩 對不對 臺積電那個時候八百多 然後後來又一次打回 對不對 打回八百八十八 對不對 那時候對不對 我不是分享我一個朋友的例子嗎 他說他撐過了八一三 沒有撐過八八八 現在現在就看他上去 那ADR創高 所以基本上 其實臺積電要再上當然機會很高 那我要提醒大家說 其實我仔細觀察九月底到十月 這段時間 其實外資跟投信 基本上對大型股 對 都站在買方 是 都站在買方 所以你看那個形態也慢慢出來了 包含像鴻海已經所有軍線之上了 然後連發科跟那個廣達都 WD 然後偽創 偽創也來了 甚至那個林憲民 兩個月買了兩千零二十張 對對對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留意 那個很多股票是有機會 好 臺積電 那當然今天是怎麼樣 那個 大家最近有一部戲是什麼 黑白大廚是不是 黑白大廚 黑白大廚 你要黑的還是要白的 好像我們這種備份就白湯匙 你跟明翰是白湯匙 這個 這個 好 你們是評審好不好 都可以 其實我個人認為說 其實臺積電真的對臺股的貢獻很大 因為今年臺股增加了市值 其中72%是由臺積電 所以你看臺積電上來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會討論什麼 臺積電臺股的市值高達百分之 其實又增加了 載積指數 所以之前他說載積指數會影響臺積電 臺積電不會漲 結果現在臺積電繼續漲 所以也很有趣 那臺積電今年的漲幅高達百分之七十六 臺積電的那個市值超越臺灣去年的明目GDP 所以神山就是神山 你知道嗎 你可以發覺說包含像營收稅賦用電都是全臺之冠 所以臺積電當然省 但是問題來了 問題來就是說大家在想說那個臺積電的法縮 因為大家會有之前的那個壞的印象 上次開完 說得再好都還是 對 那個很累你知道嗎 每次都要幫臺積電找理由 你知道 法縮會變法會 我認為啦 我認為如果這次的臺積電法縮會又變法會不是更好嗎 你喜歡南下債客 我喜歡南下債客 南下債客當然你就有機會了嘛 那剛才明漢大概有講了臺積電的法縮 那臺積電基本上有三高 就是第三季 營收高 營餘高 EPS高 我也有三高 你也有三高 血糖高 血壓高 血脂高 所以有時候怎麼樣 有時候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身體 特別是我們在做那個股票的從業人員 有時候壓力大你知道嗎 是 那個有時候身體要注意好 該該該去看醫生 該保養的時候要保養 那到底要怎麼做 現在問題來了 如果你都是買在低點 你都是買在低點 或者說你有順勢做上來 那當然可以怎麼樣 當然可以對不對 賺錢就是任性 對不對 你要怎麼做 我的想法 我想如果你心裡面真的怎麼樣 真的怕法會 真的怕法縮變法會 真的怕說明天臺子期結算 對不對 那外資還有三點九萬的未平常 進空 對不對 然後臺子 那個臺積電又接近所謂的前波高點 那你就先獲利出一半嘛 就獲利出一半啊 捨不得 對不對 其實 對啊 臺積電每次跌下來的時候 那個捨不得都變得哀哀叫 然後等到漲上去之後 然後那個沒有賺多少就趕快跑 那中線的看法 其實跟明漢一樣 續報 續報 我覺得說其實臺積電 現在大家不是看一千二 一千三 有的都要一千六 有 那我覺得多方防守你就抓千 一千的整數關卡 那這檔股票就提供給大家做操作 我覺得再強調一次 如果法縮會變法會的話更好 是好事 是好事 因為他每次法縮會 如果變法會打下來 都是一個很好的上車機會 好 那因為大家會想說 是不是利多大家都知道 真的很好 大家都知道了 好 那這是鴻海啦 我覺得鴻海其實就是WD已經出來了 出來之後 其實現在的鴻海是兩百塊 兩百塊大家就想說 兩百塊到二三四點五難度不高 那我的看法也是一樣難度不高 所以基本上這檔股票當然就是底部上來 那你就順勢操作 如果你有買在低點的話 其實一樣接近前高的時候 你要做做價差 你就做做價差 反而怎麼樣 反而我覺得廣達啦 廣達是最近補漲上來 所以我認為廣達你反而要留意 而且廣達是廣達是之前營收創高 營收創高大家還覺得 營收創高不會漲 然後講得很不堪 那時候我還講說營收創高不漲 那主要是因為外資的關係 其實外資已經回來買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WD陳寗這檔股票 反而你可以積極一點 我是覺得廣達還不錯 然後多方的防守價 大概在兩百七十八 這個是大老虎部分 好 小老虎呢 小老虎對不對 小老虎今天震盪很大 聯軍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 八月八號那一天 其實就有漲到聯軍了 很早 漲好多 我說漲到沒有朋友 所以今天就算尾盤壓迴 對你也沒有差 沒有差 沒有差 因為你要賣就隨便賣 真的漲到沒有朋友 漲到說這個公布營收創高之後 沒想到又拉上 但是有一個很特別的問題 就是說投信竟然一直在買 投信確實是後面才買的 對啊 所以就是像剛才明漢提的說 他是不是看好明年 那個所謂的題材是在明年 營收的成長是在明年 你這個也沒朋友 政打也朋友 八月二八號講的 我覺得真的 你如果這個時候問我說 可不可以再買 要不要再買 那個所謂的散出型封裝 FPLP部分 我說真的 大戶的持股是沒有鬆動 但是那時候 我們講的時候 只有三十幾塊 你說現在都已經快五十了 對啊 說真的 通常在低點的時候 就積極一點 那如果漲上來的時候 我覺得你低成本 你可以順次操作 甚至你要做 叫他就做 沒關係 還是可以找到一些小老虎 小辛苦 小老虎啦 我覺得今天我們看到機器人 機器人在動了 對 機器人也整理了一段時間 然後矽光子 還有PMIC 電源管理IC 電源管理IC 對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機器人又出來跳舞 所以我覺得上營值得 等一下我們幫大家追蹤一下 值得 然後矽光子 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全新 因為聯軍聯亞都長很多了 電源管理IC 我覺得大家可以注意 茂達跟宏達電 好 那這是值得 值得其實如果從技術面的角度 在低檔 對 低檔交叉向上 然後我們有看到什麼 有看到外資回來買 然後這檔股票 其實有沒有回來修正 有回來修正 剛好怎麼樣 均線糾結 全球前三大微型陷阱滑軌 製造廠商 然後推出所謂微型六軸機器 手臂 那重點 他的客戶是台積電大力光 所以這類型的個股 我認為說 之前也是飆過 飆過之後 壓回來整理 然後今天貸量 有點要突破均線糾結 差一點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如果從KD的角度來看 跟勾勾上來 這個股票大家也可以留 我覺得很多股票 就是一關一關上來 然後這是所謂的矽光子的全新部分 因為他是全球第二大的累積供應商 然後他投入矽光子的研發 CPO雷社已經獲得認證 那當然我們之前有講 那個Wi-Fi 7的滲透率提升 因為那個iPhone16的關係 然後這檔股票 外資跟投信站在買方 所以我覺得如果很多矽光子漲很多 你買不上 買不下手的話 我覺得這類型的個股 你也可以留意 那宏冠電 宏冠電其實是 如果你把那個時間周圍拉長的話 其實他位階低 那最近是帶量突破均線 修結上來 那這檔股票大家注意個重點就是說 因為AI的關係 因為AI的關係 所以高瓦數電 那個所謂的那個電源的需求 我覺得這類型的個股 大家可以留意 好 這個大太陽的部分 其實你跟明漢基 你看的是一樣的啦 一樣一樣一樣 都希望我們在比較好的價位 就先蹲點 所以如果台藝店在法說會後 假設又出現回檔 這次大家應該要比較有信心 對 南下載客記得上車 好 這邊非常謝謝王建文 王博